在刚刚结束的女排亚洲杯决赛上,中国女排2对3比0战胜日本女排,杜德又一个冠军,就是季亚军会之后,中国女排今年的第二个冠军。 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是主攻刘燕盘,张艺产,复工高义,郑艺欣,二传宋海平,借应王美艺,自由言孟子玄,第一局开局到中盘双方比分很胶着,中国女排8比6到第一次技术暂停,16-14到第二次技术暂停,但中国女排依靠稳健的发挥,始终押住日本对一头,率先拿到局点。 最后靠日本女排队员的一个发球失误,25-23拿下第一局,第二局日本对展开反复,一开局就8比2领先,中国女排2对施海荣不得已调整正如荣,用扬招换下高义,郑梅子换下孟子玄。 这一招果然有效,郑梅子上场后,马上用两个防守拿到2分,扬州的篮网显现出威力,得起起伏伏来的关键分阶段,日本女排仍然20比16领先达4分之多。 这时,中国女排展现真正的技术了,在正义先的发球轮,她们凭住篮网,反击连得9分,反映25比20逆转,打下第二局,连输两局。 且到比分领先被逆转之后,日本女排失去了信心。 第三局,没做多少抵抗,地被中国女排25抗17拿下,中国女排是二队,日本女排也是二队,这对老对手,在前两局打得难解难分。 一个原因是日本女排,二队实力,还确实比其他亚洲队伍要强,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女排,二队由于缺少训练,直到亚洲被最后两场比赛,才找到最强阵容。 从最近两场比赛来看,中国女排二队刘燕涵或真价实的大腿,她的进攻,来往都为中国女排二队开疆吐吐,而亚洲要强于高益,宫梅子要强于孟子玄,如果早点换上她们二人,中国女排这场比赛要干净利落得多。 不过,刘燕涵的异传确实还达不到中国女排一队的水平,第二局比赛开局中国女排二队八大比分落后的原因,就是刘燕涵被追罚,异传总是不到位。 最近这两场女排比赛,央视使用了两位不同的解说,两位都明显是外行。 路动摆出,错误不断,为中国女排的亚洲杯比赛,增加了不少笑料。